字幕提供 我們常常會吸力越來越不好 其實是因為裡面的風扇 然後風扇很尷尬是因為它沒辦法拆下來 像這個我們看到的都可以拆得下來 但風扇在裡頭 現在幾乎都是沒辦法拔下來 但風扇卡了油以後 它運轉越來越不順 我們其實可以輕的到裡面 然後也不用拔得下 不用拔 來很簡單一個方法 不用拔 這個連姜醫師都可以學得回 真的假的 第一件事我們先把鍋子移開 裡面清潔器移到鍋子 然後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首先我們把電源打開 電源打開 那電源打開其實風扇不就開始在轉嗎 然後我們就直接拿著 就是一般家裡的廚房清潔器 然後直接對著裡面噴清潔器 讓它吸進去就對了是不是 然後等於是它就會吸到裡面 它就在跟著轉 然後轉的時候 它同時就是因為有清潔器 它就會分解那個烤在風扇的油 但是噴的時候有一個小技巧 因為風扇轉是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你噴的速度也跟它 轉的速度差不多就好 因為你如果噴得很快 它來不及吸 就是一直滴 反而是個浪費 然後也沒有效果 其實就是這樣 大概一圈 要噴多次就對了 對 然後要噴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如果很少清的人 通常帶給集油杯出來的汙垢 會很像 是嗎 聽起來 然後大家每次都問 那到底要變什麼程度 我說你看起來像 Campicino的時候 就可以了是不是 就可以了 再聽說 真的有了 哇 好驚人喔 打人噴的速度其實不用很快 對不對 因為太快它來不及 轉吸進去 就是滴下來 然後其實沒有意義 而且只是浪費 所以老師這邊是你剛才噴 偷噴的是不是 對 我已經有先噴過了 其實它慢慢的 就會一直滴下來 其實真的不髒耶 其實都很乾淨 你已經來講 一般家也真的是那 算焦糖馬其朵 謝謝 半糖的焦糖馬其朵 對 焦糖馬其朵 不過可以跟大家講一個小妙方式 因為江醫師家是比較新款 是長型的 然後有些人家是這個 短點小小的 太小的 那個的話你就可以用 布丁杯來代替 在輕的過程 如果怕說弄得很髒 到時候很難洗 你就可以用 布丁杯來代替它 接那個油 如果你的是小的的話 它口徑其實是跟布丁杯一樣 你又可以用這個來接 就不用接了 所以抽油煙機記得喔 外面要擦 裡面也要噴一點清淨劑 讓它繼續吸油 記得喔 學起來了嗎 還幹嘛 還要講什麼 記得喔 學起來了嗎 還要提醒一件事 噴完以後 最後拿清水噴一杯 好 以免下一次還有些 魚沙掉在茶菜裡面 要準確的時候 也要跟著抽油煙機 對 也是一樣 不然還是一樣會滴下來 好